Saxphone樂手帶來精彩的演奏 緊接著小提琴手也上陣演出 為一年一度的漁民表揚活動 揭開熱鬧序幕 肯定漁民們的付出及辛勞 台中市長胡志強也親自出席 為每位優秀的漁民頒發獎狀 我從小我是吃你們的魚大小的 這樣還給你嗎 我要全力推廣 胡志是全國最好的漁港和觀光港 漁會我好朋友 所以他們說 從來往這裡開始跟以外交代 我都會好好做 台中漁會表示 這一次一共表揚80位傑出漁民 獲獎者不管在養殖漁業 和近海捕撈等領域 都各自發揮所長 不僅展現了台灣漁民 堅毅不拔的精神 今年在烏魚子的產量和銷售量 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而其中這一位陳志誠先生 因為長期對漁業投入相當多的熱忱 今年也融獲了全國模範優秀漁民獎 因為我們那裡的水漁港 比較沒空 比較沒空 比較沒方便 他把我們那裡所有的漁民 偷看過 把我們擔出 擔出我們的好櫃 讓海鮮的顏色 把我們顏色 檢測我們那裡 我們的海白 引領什麼 比較沒空 就很受到我們那裡漁民的支持 所以會擔出我們的漁民代表 很高興 這次我們可以擔出全國的漁民 對漁會以及多位代表的祝福 每位漁民都笑得何不龍嘴 不論是天晴還是下雨 漁民辛苦的捕撈魚貨 平衡市場的供需是相當辛苦 從這些人的身上 都可以看到台灣漁民敬野的精神 解王聖炫 台中採訪報導